每次讲到这边 我都觉得还蛮难过的 就是你会觉得 其实你 还想哭 其实你是可以去 体会得到 当时的人他们是 非常有意气 他们很无助 他们没办法 他们对于 因为你人民没有武器嘛 对啊 就是他们很有意气 不然好好的 谁会想要自焚 3 2 1 身脚高榜 我是中文比越南话好的 越南人阿阮 我是Lydi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越南非常有名的故事 就是四广德法师自焚事件 故事发生在 1963年6月11号 那这件事情甚至轰动到 当时的 美国 华府 连 美国总统 甘乃迪 那时候的总统是甘乃迪 甘乃迪总统看到的时候 他其实都非常震惊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平常这么温和的出家人 要用这么极端的手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呢 那这件事情就要从四广德小时候开始说起 四广德法师1897年的时候出生在越南的中东部 那从小呢 父母亲就是务农的一个家庭 七岁的时候四广德法师被送去跟他 舅父在一起去修行佛法 那四广德法师的舅父也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小孩子 一般甚至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阮文杰 文杰 对 四广德法师20岁的时候正式受接出家 然后才正式有了四广德这个法号 那到这里为止其实四广德法师的修行的道路 他基本上是跟一般的出家人没什么不一样 对 但是在他67岁这一年的时候 发生越南发生了一些大事 第二次这些大战的时候 其实越南被法国日本这些国家先后的被殖民过 那这些殖民的国家其实不会 他主要就是为了一些经济上面的考量 还有一些像是战事策略上面的一些考量 才会去占领这一些国家 那越南当然也不例外 越南当时很多原本用来种植粮食的土地 都被转植去种植一些高经济的农舟 例如说棉花、黄麻等等 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只在发生在战争时代 甚至是现代很多的非洲国家 他们的土地也被那些有钱的国家 或是有钱的公司土地买走 然后去种植可可啊 然后甚至是烟啊 对咖啡豆这一些高经济作物 那其实这样子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们的原本用来 耕种食物的土地比例变少了 对 那这时候会让 可是他们国家应该会有钱吧 还是 少数既得利益者 也就是说 这些穷人啊 他们因为接受教育 接受到的教育其实并不多 那他们有时候就为了一些小小的利润 这些土地可能用很便宜的钱跟他们买来 可是因为当下对他们而言 这么贫穷是一大笔钱 他们想都没想就把这些土地卖了 对 那在法国 但是这个只是一般的买卖而有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作为一个被殖民的国家 他们用手上拥有枪 拥有弹炮 对 他有时候并不是跟你买这些土地 而是强迫你直接把你的土地转型 去种这些农作物 情况是更加的不一样 而且更加残忍的 但其实结果都会让一个国家 他在食物上面的生产量 的确是会大量的减少 那不只是土地的转型 那法国跟日本还采取另外一个政策 就是向农民征收食物 然后把它运送到前线去做一些军事用途 当作前面士兵吃的一些补给 打仗一定要吃饭 那这些饭呢 就是从这些农民的身上剥削而来 对 土地的转型 然后再加上大量的粮食被征收 这导致其实越南的整个食物供给变得非常的脆弱 一场天灾啊 一场人祸 其实瞬间就可以把这整个食物供给链给积毁 果不出其然 1944年的时候 越南发生了一场干旱 然后再加上一场虫害 直接把整个粮食的运产量降低了20% 最糟糕的是在收成的季节的时候 越南又发生了大洪水 直接击溃了越南整个食物供应链 越南就造成了越南当时的一个越南大饥荒 也就是非常著名的 越南话的话就是 南饵南饿药这件事情 对 这场灾难的发生造成了越南当时40万到200万人活活的被饿死 知名的日子是真的令这些百姓苦不堪言 导致越南人产生了一个想要独立想要自己统治自己国家的一个念头 那1945年的时候 很惨就是被外面人统治啊 被剥削 对啊搞成这样子 对 你知道当时 其实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爷爷辈 舅舅辈 常常讲到那一段时间的历史 那时候 他有苦吗?很难过 也没有 他讲的蛮好笑的 就是 我后来查这一段历史 我就觉得很可怜 但是他当时讲的蛮好笑 他说越南人啊 因为当时那时候没有太多的粮食可以吃 所以他们就把木头啊 叼成一个木 看起来 栩栩如生的那种鱼 就是木鱼 大鱼大肉 对真正的鱼 然后去沾着酱油 然后配辣椒这样子吃饭 他说一条这样子木头做的鱼 吃很久 可以吃两碗饭 哎呀 快搞碎 对不起 好这件事情不重要 但是正时就是当时的那个环境底下 越南人是过得非常辛苦的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胡志明就在1945年的时候 其实就趁日本投降的时候 就是正式宣布越南独立 你知道越南人来到台湾的时候 被问到了一个很多次的问题就是 你们越南是不是现在还有分南北越 南越北越 嗯 对 两个区域 对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既定印象 就是越南永远就是南北越 那这个故事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1945年的时候 胡志明他在宣布独立的时候 嗯 其实就成立了越南共产党 但是只仅至于北北边的地方 嗯 那我们 对我们就称为这个地方叫做北越 嗯 对 但是然后南越的地方呢 就是由法国人所统治 不管是保大帝时代也好 或是后来美国扶持的无庭眼政权 他们通通都被称为南越 那南北越的一个由来就是这样子的 直到了1975年 越南正式被北越的共产党统一 然后正式被解放 嗯 对越南就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 嗯 就全部 嗯 所以到现在为止就已经不存在的南北越了 对 可是还是会歧视 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 北越其实 南越啊 是有一些生活习惯上面 不管是吃的食物也好 或是在个性上面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差异 但基本上 不会 差太多 对 很多 呃 北越 住在北越的人 他也会 呃 呃 来 南越去 玩啊 或是 找一些机会 找一些工作机会 或是经商等等 那南越也很多人 到这时候也已经到北越去 做生意 对 做生意这一些 好 刚刚讲到一个越南共和国 其实 呃 其实越南共和国是一个 美国人 他所扶持的一个政权 那他的第一任总理叫做吴廷衍 吴廷衍这个人呢 其实 后世对于他的评价呢 褒贬不一 有些人说他是 独裁者 也有人甚至是 严重一点的人 甚至说他是卖国贼 可是 其实到最近来说 其实 大家就开始 收集到一些史 资料 资料的之后 或是大家比较明白 这段 历史的全貌的时候 大家就 有些人甚至评价说 其实吴廷衍这个人喔 他 不输给当时的胡志明卑卑 嗯 对 他就是在整个 政治手腕上面 或是他 对越南的一个理想 其实不输给当时的胡志明卑卑 吴廷衍的故事的话 如果之后有机会 那我们会再另外做一个主题 来去讲他 因为他的故事 其实也蛮精彩的 那今天主要聚焦在 他执政的八年时间 主要做了一些 比较受到争议的事情 那其中第一件呢 就是 吴廷衍他在 组合 就是 组建他的内阁 其实他大量重用自己的家人 来担任一些国政要务 虽然没有直接说 你就是家人要担任什么官 什么官 但是 其实在很多 重要的一些职位上面 他是安排着自己的家人的 尤其是 这一种 我说以外人来说 其实 以这种裙带政治来说 如果他们家是真的很强大的话 就是很有政治手腕的话 的确是会建立一个非常 凝聚力的一个政权 但是历史上 其实大部分的这一种裙带政治 很多 都非常松散 然后 而且都最后演变成一个贪腐的政权 吴廷衍家 家族其实也不例外 对 他的贪腐其实 现在就赚很多钱啊 对 因为在一些重要的 因为在一些重要的 像是 利益关系上面 例如说贸易啊 土地啊 甚至在税金上面 自己家人 当然就会比较好讲话 对 尤其是讲到他四弟 叫做吴廷柔 他担任的官职呢 有一点点特别 甚至是导致当时 越南社会老百姓 都非常恐慌的一个职位 他担任是秘密警察的一个首脑 那这个秘密警察组织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逮捕当时的反对分子 反对 吴廷衍的那个越南共和国的政权 甚至是捕捉当时北越的共产党 对 那他其实在 那抓起来是怎样枪毙 有的是枪毙 那有的就是审问 用酷刑去拷打 好可怕喔 对那 因为当时的社会氛围之下 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党员呢 所以他只要抓到人呢 他就是用酷刑就是揍 有些人就是驱打成招 对 原本不是的 但是打一打就承认 对 反正当时的 所以他就是 当时的社会氛围就是非常的恐怖就是了 对 他们 吴廷衍 他们有权限就是 他可以逮捕任何 他想要抓的人 而且不用经过法律程序 因为他的哥哥就是 最高的一个 首长 对 越南中立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跟宗教有关系了 吴廷衍其实他出生在 天主教的家庭 爸爸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从小就带他们去到教 教堂里面去做弥撒 那其实吴廷衍他的脑袋也算不错 读书起来也是蛮厉害的 甚至最后拿到了奖学金 然后到八国去留学 那回来的 八国 你刚刚说八国 不好意思 法国留学 对 法国巴黎留学 那回来的时候 其实 他 原本大家都以为他会 当那个 神父 可是最后他却放弃了神父 然后跑去从政 那当上越南总理的时候 吴廷衍才失去 当然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 他自然而然的会开始去宣扬 他的天主教 甚至在1959年的时候 把越南整个奉献给圣母玛利亚 但对老百姓来说 天主教的信仰本身就是 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其实很多人那时候也 皈依的天主教 但是其实吴廷衍在后来的一些 在执政上面 或是他在颁复的一些规定上面 太过于偏颇了当时的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 导致其他的宗教变得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对 尤其是佛教 对 就是那当时 当时越南还是 对 越南大部分的 原本就是佛教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越南人都是信佛教的 甚至有资料提到说 吴廷衍当时还对自己的手下 对自己的下属说 要他自己忘记了自己是佛教徒的一件事情 然后改皈依成天主教 以换取升官的机会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被证实 对 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除此之外 当时因为在跟北越的共产党打仗 所以其实各个村落 他们会分配一些武器 来防止北越共产党打过来 因为那时候北越其实持续的 在跟南越去做一个打仗的动作 对 所以每个村庄会分配不同的武器 可是呢 有些人发现说 为什么有一些信奉天主教的村落呢 他们会分配到比较多的武器 甚至是他们优先拿到武器 是天主教徒 对 然后甚至是有一些神父 他是有自己的私人武装部队 自己私人的武装部队喔 那其实各地发现了 发生了很多的强迫更改你的信仰啊 甚至是抢劫啊 或是破坏寺庙等等的一些事件 对 那一些村落呢 为了避免到这些不平等的待遇呢 甚至是全村改成信奉天主教 也换取更多的资源 或是只要求不要被人家欺负 或是被抢劫这些行为发生就好了 那从法国时代开始呢 越南的佛教就一直被当作是私人团体 私人团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例如说佛教徒今天 你要办一些大型的活动啊 或是一些什么普度啊之类的 只要是跟佛教徒有关的 你通通都要政府的许可 你才可以办 没有政府的许可你就不可以办 甚至今天要 我以为是完全禁止 所以还是会有一个许可的 基本上是禁止 所以 其实政府他会过滤你整个活动的内容 是不是符合他们的要求啊 或是要不要去掉一些什么节目啊 由政府来判定 对 都是要看政府的脸色 但这件事情大家都以为说 今天变成法国人离开了 变成越南人自己来执政 这件事情会改善 但没想到是吴廷衍并没有废除这项规定 后来吴廷衍甚至还废除了 天主教徒的土地改革啊 甚至是财产所得税这一些 应该要付出的一些义务 就是他本人吗 没有 就是只要你是天主教徒啊 或是你是神父啊这一些 通通就是不用进这些义务 当然这些政策呢 他可以自己解释 有些东西是解释得通的 例如说他根本就没有去强迫他的军官 一定要信奉天主教啊这些 然后他甚至是后面有公布出来说 他十八名的内阁成员里面有五位是天主教徒 有五位是儒家 嗯 然后但是有八位是佛教徒 对啊你怎么说我就是就是偏袒 天主教徒 就还是有佛教 对甚至说他 甚至说他十八个军官里面 只有三个是天主教徒 对 就他自己可以去跟别 就是他可以去解释这件事情啦 可是有没有潜规则 有没有潜规则就不知道了 嗯 例如说私底下可能说你一定要 我就是如果你是天主教徒 我就提拔你 对 但是这个就是一些潜规则 那 另外 那另外一个讲到武器方面 他当然也可以说是 如果北越打过来的话 他不会优先攻打这些佛教徒 嗯 对 因为他可能越南人本来就是 因为信奉佛教徒的关系 所以他看到佛教徒他不会攻击 嗯 他可能会攻打这些天主教徒 那你这样子说 其实也算行得通 所以你优先发武器 给这些天主教的村落嘛 好 OK这样也可以 可是你说 你要申请活动的时候 天主教不用去 申请许可 佛教徒要 然后你甚至是 把免除了整个 土地改革啊 或是整支缴税的一些义务 都 把天天主教 对 把天天主教的免除掉 一九六三年五月的顺化市 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这个月本来就是佛教徒在庆祝 啊 佛祖诞生的佛诞日 他其实在庆祝就是佛教的 创始人释迦摩尼的生日 对 但是他 当这些佛教徒 开心的要挂出自己的佛教的旗帜的时候 却被政府禁止 政府就说 你不能在顺化这个地方 挂出了政府以外的旗帜 对 按照正常逻辑来说 这些佛教徒他当然只能就是慢慢 因为好你政府今天规定说 不能挂这些旗帜出来嘛 那我就是 对默默的收起来 鼻子摸一摸 开心就是 可能在心里面 该挂几句 就是都弄几句 对 可是 没想到的是 所以我就说 如果今天你要安排你的家人 作为你的政治成员的时候 如果你的家人是很给力的话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清廉的一个政府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家人是拖你后腿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麻烦了 吴婷衍的二哥呢 他其实当时担任的就是顺化区的天主教的一个总主教 这个职位 好时不时 他办了一个庆典 前面他已经不准国教徒挂他们的旗帜了 对 没有想到过几天的时候 他二哥为了天主教又办了另外一个庆典 天主教的庆典 但这时候呢 满街挂的就是梵蒂冈的国旗 梵蒂冈其实是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家 对天主教的一个国家 哇佛教徒看到当下就是傻眼了 他们想说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然后你政府说顺化市内不可以挂除了政府以外的旗帜 要我们把旗帜撤掉 结果祭 你今天自己天主教徒 天主教的就OK 你甚至不是越南的国旗 对你挂的是一个梵蒂冈的国旗 你政府这样子你这样子说的过去 越南引起当时的佛教徒还有越南人相当的不满 对 那其实五月八号的时候 另外一位法师四字广 他要去 四广的四字广 对可能那个时候取法号就是偏向于 对这个 这个 这一种类型的法号 对 那四字广法师呢 他原本要去顺化电台去做一个传讲的步道 但是这一次他不想要给政府审核他的讲稿 对 因为他知道审核一定不会过 为什么? 他的讲稿里面的内容 非常多佛教 非常多讲天主教的 其实有接近了 他其实 第一个当然是他讲稿里面的内容 其实也是在宣扬佛法嘛 可是其实很大部分的就是在 批评政府 最近这几年的一个不公平的执政 对于佛教徒不公平的执政 然后就是直接指责吴廷衍政府的一些 在政策上面的一些偏袒天主教徒的行为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顺化电台就拒绝了四字广 法师的一个演讲 那怎么办 行仇家旧恨啊怎么办 当时所有的不管是人民也好 他又包含了这些佛教徒的法师啊 甚至是尼姑等等 六千多人包围了顺化电台 包围这个地方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其实政府也派了坦克车 以及军队进来顺化市 嗯 因为基本上顺化市基本上是天主教徒 也同时也是佛教徒的一个大本营 对 他二哥 不停演的二哥又在那边 对他怎么可能容许看你 佛教徒这样子 无视政府 然后整个把顺化电台这样子 六千多人包围下来 他一定第一个就是派军队派坦克车进去 那正在四字广法 四字广法师正在跟当时的顺化市的省长在讨论说 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和平处理的时候 没想到军队开枪了 军队对老百姓开枪 政府就对老百姓使用水炮开始进行驱赶 甚至是在大学里面的时候 也突然惊传两起的爆炸案 让原本非常紧张的那种氛围 就瞬间就失控了 没有人可以控制现场的场面 甚至是后来 政府 跑进去电台里面开始对老百姓广播 他们觉得这起事件呢 是因为北越的共产党渗透进来 所以引起的一场示威游行 真是叛乱的一个行为 他们觉得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他们要开始颁复宵禁 就是晚上你不准出门 然后要人民立刻赶快回家 这个时候呢 政府的士兵以及坦克车 开始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始开火 虽然说这场示威 在24个小时之内就被控制下来 整个血腥镇压 总共导致了9个人的死亡 其中7个差不多才是12到17岁 还在非常 还没有成年 还不是成年的 所以是学校辅寂 不确定 因为当时现场非常的混乱 你说整个顺化电台的外面 也都是伤患 里面也都是伤患 其实现场也是一片狼藉 那其实后来这件事情 神长有出来道歉 但他就觉得这件事情 他一定会为了这些受害的家庭 一定政府这边一定会赔偿 可是他觉得不是政治的错 甚至是吴廷衍他在道歉的时候 他也跟着他的支持者一起讲说 这件事情一定是北越共产党他操控的 所以北越共产党的 北越共产党要付对这些 这起的死亡的镇压负责 推给北越 对 一贯的手法 就是一定要推 是不是好像政治都是这样子的 的手法 对啊 还没有结束 因为这次的暴动只是一开始 5月10号的时候 佛教徒就是 过两天 对5月10号 佛教徒就是 开始整理出五大诉求 好像每个时代都有这个五大诉求这件事情 对这五大诉求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条就是佛教徒要求可以自由悬挂自己的佛教国旗 那第二个就是禁止 希望禁止政府随意的逮捕民众 对 所以他之前会随意逮捕民众 对啊 只要是他觉得你有可疑有嫌疑 或是你甚至是在现场 你想要 他想要带走你就带走你 像我们那时候之前不是有看过韩国的一部电影 叫做那个计程车司机 对啊 那时候其实跟韩国的那件事情也是差不多 对 只要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之下 政府人员想要带走你的话 他就可以带走你 对 那第三点的话 就是要赔偿所有顺化老百姓的一些损失 不管是死者也好 伤者也好 一定要赔偿程师 然后你要必须 第四点就是你要必须严格调查这件事情 然后该负责的人员 那机关通通要出来严惩 那第五件的话 就是要公平对待 所有的宗教 不止佛教而已 今天他五大诉求其实不是针对佛教 而是你不能就是只有偏袒天主教徒 对 对 这次顺化电台的整个血腥镇压行动呢 无疑就是把长久以来 越南的无庭眼政府 以及佛教徒之间的一个问题 就是把它整个抬到 至高顶 对 扶到台面上来 对 那到底后面后续无庭眼政府 要怎么去解决 他跟佛教徒之间的关系 以及是广德法师为什么最后使用制焚的手段 来表达自己的一个诉求呢 我们这个就由下一集来继续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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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